今天有一個消息出來 說這個 吳淑貞脾氣很壞 那 陳水扁呢 就叫他們家的廚子 把菜刀收好 防止吳淑貞拿刀凱人 吳淑貞有這麼瘋狂嗎 有 吳淑貞他有三套作業標準 一個就是 能夠拿到的東西他一定丟 這個是1994年 台北市長選舉之一 這是跟我選那一次 然後第二個就是 包含刀 就是丟那個煙灰缸還是那個 那會傷人有沒有丟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吳淑貞的力量不大 坦白說他的力量不大 那第二個 就是拿刀子就是水果刀 水果刀 是拽啊 假如這個是沒有啦 沒有這樣子甩了 他說我要丟你啊 我要殺死你啊 他 他會念念有詞 那第三個 如果還刺激不住的話 他倫理一定去撞牆壁 他就撞給你看 我 我們看過 我們看過 那我看過的是 那你當時沒有勸他不要 當時候大家通通不敢勸 能夠勸的大概只有黃信介一個 還有一個黃芳燕 黃信介黃芳燕 因為黃信介每一次幾乎都是擔任他的 那個競選總幹事 那那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是 謝長廷一事 心不甘情不願的 他們家大概能夠勸嫁 還有一個就是 羅太太 羅太太只敢分開啦 只敢拉著夫人啦 就勸夫人不要生氣啊 如何如何 但是他不敢對阿扁怎麼樣 只有黃芳燕敢做調人 大概就是這樣 那梅燕怎麼幹啊 搞什麼 我就是我很好奇 他如果這樣亂丟的時候 他小孩都躲到房裡頭是不是 他都躲起來 他的小孩那時候都還小 那個時候我看到 不過顯然 如果這樣講的話 是只有那一次嗎應該 應該 不應該常常 因為其實我看 胡同信講了好幾次 說他在把他盤子拿起來 就甩就丟好 那他外面表示都很恩愛 很恩愛啊 都抱著他 我看那個 都抱著他 我見游覺得感動啊 真的是抱起來 然後都走到那個最前排放下來 然後他還 你看懶著他的脖子這樣 多恩愛的夫妻 所以你想想 其實喔 阿珍的脾氣很暴力 這是政壇上都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他發生這麼多事情 我就說 我有一次坐客人家 客人家說 我怕是用舊 用阿路底 怎麼嚇我嚇到這樣 但是大家不知道說 他會怕成這個樣子 那吳淑貞 如果照有華兄的形容是 還會去撞牆 我就說 死給你看 好像也有人形容過 說 然後小孩都要來拉媽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所以你想想看這個家庭的氣氛 這家庭的氣氛 怎麼會正常呢 這家庭的孩子 怎麼會正常呢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今天看他這樣子 這種私意落拓 又驚慘 我覺得是其來有之 我覺得 這個陳水扁 他說 爸爸害了媽媽 也某種程度是 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如果吳淑貞 他不做輪影的話 吳淑貞 也是這樣跟阿老爹嗎 還是要吃夠夠嗎 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 有兩種嘛 一種是說 如果身體沒有發生這種事 也許心理比較平衡 會這樣 有的是 能夠到處跑 可能更嚴重 這個趙先生好 當他丟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罵阿扁是保羅勇啊 怎樣怎樣 可是他拿起刀的話 就是黃槍出口 黃槍就是 三個字啊 六個字啊 十二個字的 如果他用文語去撞牆的話 就是說 那我去死 大概就是這樣 十二個字 所以 所以 所以他那個 丟那個東西也好 刀子也好 撞牆也好 這一套劇本 這一套劇本 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不同的環境之下 拿刀 他就說 我要殺死你啊 然後開始罵那個 先罵三四斤 然後我要殺死你 然後撞牆說 我去死 然後丟那個東西 你沒有用了 怎樣怎樣這樣 來 陳大衛 我很壓抑 我們這幾個來賓 你們都寫過婚 而且正在婚姻進行中 你們怎麼會感動於那種場面 然後又排除 不可能有家暴 那我沒有 這種情形在很多家庭 都同時可以存在 那我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我研究夫妻的 尤其是家暴行為 大致有兩種 一種是揍人 一種是生氣情 生氣情你懂嗎 損毀家具 那我認為怕老婆 把頭都砸了 杯子盤子都 對… 我認為怕老婆的損毀家具 那愛惜財產的 因為損毀家具還要買 去打人 因為打人 他會自己好起來 如果… 如果送… 如果有傷的話 送到醫院 全民健保負責嘛 所以就看你如何取捨 那我叫阿正丟東西吃 這個什麼 跟他坐在倫理上有關係 你如果他不是坐在倫理上的話 老娘幹你了 還什麼只丟東西 這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浪費時間啊 不過當然 因為今天這個消息出來 不過這個消息出來 相容我在想說 為什麼還這次出來這個消息 一種就是說 只是查醫報校談 反正陳任兵什麼 也都一下寫信給女兒 一下寫給兒子 一下給老婆 一種就是說 還是替他們開脫 就是說陳任兵搞成今天這樣 不是耶 今天老婆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 所以你看他也就是這樣啊 所以不聽他怎麼辦 他就要自殺呢 到底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個消息今天跑出來 這種消息當然 一定是來自於扁的系統 要不然就扁半 要不然就是 就是相關的知道內情人 如果這是屬實的話 當然只有知道內情人 而且很核心的放出來 我覺得每次 台灣的政治人物 大概也一樣吧 就等到自己到了最尷尬 最艱難的時刻呢 總是用相同的招數來偷困 就是把身邊的女兒給污名化 那其實在這個訴訟的過程當中呢 吳淑貞呢 一直是一個非常廉價的 被消費的對象 是被污名化的 那吳淑貞的性格 大家並不是不知道 並不是說這些說明啊 都 都是假的 都是錯的 而且吳淑貞是這個樣子 既然大家都知道 那你陳致平還是一樣 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背景 這種環境當中來講 也當了總總總啊 再來就是說 從你前一封 前一封信台灣的十字架裡面 兩個人之間的這種相互的 相互的稱呼恩愛 那肉麻到近乎 你的雞皮疙瘩掉滿地啊 那個吳淑貞的寫信的時候 夫君啊等等 那種近乎歌仔系的用語啊 都已經搬上檯面了 就然後你今天 突然跟我們講說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 這關係是多麼的惡劣 等等 其實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 固然它也是婚姻實情的一部分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候丟出來 只不過是進一步的去鞏固 自己在訴訟過程當中 既有的立場跟他一樣 打你個操喔 陳水扁可以寫的 陳志忠的信後面就說 說真的我不敢想像 2月10號出庭後 這顯然那是在之前寫的喔 媽媽是否還能活著回家 我很擔心 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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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間諜情深啊 就是說你 確實之前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那種間諜情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另外一種消費無助的情況 彼此之間一方面來講 就陳水扁既鞏固自己在訴訟當中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跟陳志忠一樣 在家裡面呢 是一個被支配被指使的人頭 那吳淑貞呢 雖然被污名化了 但是吳淑貞是一個不健康 不正常的人 所以你們不能夠用正常的標準 去要求他 甚至是刻意行刑責 所以在訴訟的這個衡量的尺度上面來講 對吳淑貞即使犯了相同的錯誤 你都必須要在這方面來講 加權加重去考量要網開一面 至於剛剛有華提到 就像什麼丟東西啦 就說然後這個丟刀子 我不太相信一個下半身重殘的人 他手臂的力氣是小的 最少我認識你們沒有一個 下半身下半身不方便的人 手臂的力氣都奇大無比 光推輪椅 那個就是說他的手要取代他的雙腳的功能 所以他們的手臂的力氣都會比平常人都要來的大 這個你看任何就是說 就是肢體不方便的人 他們大概都能夠認同我的講法 所以如果說他要丟東西 他要丟刀子 他如果丟出去看起來沒什麼力氣 是因為他裝槍做事 表面上面的那種張牙舞爪 其實他內心仍然是很理智的 知道這丟出去是會出人命的 就並不是他真的小 真的就失控說動不動小 我想那只不過是一般的姿態而已 不是他丟不到 是因為他本來就沒有要丟到 好吧 我們看陳志忠 陳志忠 黃瑞欣被約談第二次 就是那個什麼認罪行商以後 第二次是吧 還是洗錢 現在要查那個國泰事法714到底怎樣 然後要查海外錢到底怎麼會回來了 那黃瑞欣比較快走 一個鐘頭就走了 他有小朋友照顧 陳志忠搞比較久 所以現在特徵組一直想突破 第一個先弄點錢回來 至少對國人有點交代 到現在錢沒弄回來對不對 然後呢之前對不對 然後這個好像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吳檢察官打電話給 文中 給這個電台的210 有說好像他們把陳志忠 去這個什麼協商認罪 是要把吳書生搞進來 吳書生搞進來 要把陳志忠搞進來 那現在這個事情 如果這個策略已經出來了以後 那到底 吳書生跟陳志忠會怎麼因應 還會持續不斷的提供資料嗎 還是說我搞了半天 也讓你耍我等等 到底會怎樣 我們需要再回來 那我來走